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它配合经济好 就算是加息都可以吃住赚息又赚价 所以这方面好像人民币就没得升 没得跌 没得输 所以令人民币加剧贬值的预期 这是此其一 第二件事出现了什么呢 就是中国方面中期信贷便利的放宽 放宽给一些银行方面利用中期信贷便利 就是可以将资金来买一些信用债 买信用债其实它有数 因为它用资金来买 一来就不用动用自己的资金 亦都可以买到这方面的债 就收益了 这方面本身是用意就是良好 但是可能是口心做坏事 为什么呢 人行一出了这些 就个个都觉得 其实基本上就等同于美国和欧洲方面的QE 这个所谓中国式的量宽 就是鼓励银行方面去买一些信用债 第一信用债方面市场其实是认为有危险 为什么呢 就是所谓一些违约的事件层出不穷 在这些情况之下 会多了一些力量去买债 令到气氛和氛围都好的时候 人们就觉得中央计自从所谓减存款准备金之后 进一步就放宽银金 这个就是放宽这个所谓信贷的政策 和量宽方面做了事 以及看到货币政策都是偏远的时候 就是一个所谓中国式的量宽 似乎是好事 但是市场的解读就很清楚了 就是说基于这样的基础之下 前提到人民币没有强行 继续沉底 加上昨天来说 6.8也跌穿了 今早来说 就由6.8也跌穿了6.77 这些位置上升了400点 在下午这段时间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首先6.8这个关口就是一年的新高 还有整体情况就是 有人就会觉得人民币的贬值可能会放缓 甚至乎出现反弹 但是一说完之后 就看到特朗普出来说 这个美元过强的时候 其实就有机会造成人民币 是看到底有少少反弹 即是技术上的反弹 整体来说 如果继续有贸易战这个阴霾 其实都很难扭转这个颓势 大家现在看看今天现在的市 看到其实是 现在来说 就挨近28200 在恒指方面 仍然是维持在反弹的状态 不如打开图 给大家看看 因为刚才那段 就没有说过市 不如给大家看看这个图 这个图就是恒生指数的小时图 其实这个下降轨就很清楚了 这个下降轨跟这个平均线 就是这条所谓horizontal的水平线 今天出现了下降轨型 亦都看到今天来说 这个大阴竹出来 就跌穿了这条线 但是接着 你看到这一枝阳竹 就已经抽上去 如果你看到日线图 今天的阳竹 你会看到一个清楚的现象 就是先破脚 但是穿不穿到头 就是看看今天 能不能够抽上去 2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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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以上收市 现在来说 2253就是intraday的高点 其实似乎现在2202 280,380似乎好像很难 但是其实未必 因为可能尾市再夹多一阵淡仓 我也提过给大家听 星期一会是比较关键 因为T加2的效应在 但是其实 自从今天又再跌低 星期三的低位 可能要再看下星期三 才知道T加2的新 因为一出现了低位 又要重新计 但是整体来说 在图标上 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日线图是有机会 破了下降蚀形 当然未必可以破到 20千平均线的225 所以短线来说 就会是278和285之间是反复 但是整体来说 我就觉得 这三飞呼蛙之后 就出现一个破脚穿头的机会 是否这样做 大家会知道 稍后才知道 我们也回来 说一下 比如说外围和欧洲方面的情况 看看部署 看看欧洲方面 其实是否想和美国谈论一点数 因为一谈论一点数 理论上 就可以解决了一些阴霾 但是 可能对中国方面 就算上加上 所以两看是否好事 现在来说 看到股指期货方面 显示 美国标普500 就跌0.06%很少 道指方面的期货 亦都收窄了跌幅 0.16% NASDAQ方面 0.34% 是涨跌的 德国方面 跌很少 英国是涨跌的 法国也是很轻微 比较上 开市就比较温和 就是不会说 继续延续 昨天的 美国的跌势 如果我们 譬如说 亦都看回美元方面 的走势 因为最新看的时候 就可以清楚知道 外汇炒家如何看待美元 看到美元 现在来说 是升回的 美元指数到95 来来回到95.18% 又跌回 现在又跌回95 跌0.01% 在95%的情况下 很反复 但是 欧元也是很知 原地踏步 对美元1.16% 英镑对美元 是继续偏远 美元对日元 继续有少少回吐 对瑞朗来说 是有少少升幅 对港元来说 是7.848 都是偏远的 整体来说 如果香港的市场要弹 其实一定要美元回軟 因为最近看了美元 是这样升的时候 港股就无法运行 为什么呢 最主要来说 是人民币 随着美元强 不断走低 人民币走低 便会出现了 所有人斗快走 包括不相信人民币 会有站得稳的 所谓的中国同胞 但反过来 大家都不知道 现在来说 外资方面 握人民币资产 已经升了10% 在这方面 握增幅的程度 就相对 年初的时候 那2% 是相差很远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要想起 其实 大家都可能 没有什么问题 其实都要注意 MFCI 本身就是9月 才买完货 即是叫做第一浸 6月的时候 第一浸不行的时候 就是9月 现在来说 大家要注意 这方面 很清楚 美元强的时候 他就会换多些人民币 接着人民币继续 他又再换多些 其实换多了人民币时 其实他在买入 人民币资产 就更加阔着很多 慷慨很多 为何呢 你亦比我益 等于打完折 又再折头 在这方面 如果这个美国方面 的升势 是到了定 或者短期内 有些阻力 他会怕 他繼續下跌時就要加速買人民幣的資產 買人民幣的資產 又要說回其實股票、債券市場都是人民幣的資產 當然他是看好後市人民幣 不會再跌才會買 因為如果越買越低買來做甚麼 因為會坐艇 因為賺到股價、匯水就會虧 譬如我們現在看看市場的指數成分股 我們看到信譽光學跌3.4% 影響到10.8% 瑞星科技也是 匯控也是受拖累 賭股和內房都是麻煩的 但是看回建行、公行、內險、中國平安、石油股份 都是顯著反彈的 出現了這種情況 令到頭四隻股票升幅去到200點 隨著我一邊說的時候 都是反彈的 也看到其實 燃氣股的板塊都是做好的 加上電力股 就有一些所謂電力股 就是出現了甚麼呢 就是所謂市場價格 電力股都是表現不錯的 在這方面就看到 其實今天的市場是很選擇去吸納的 就不是說盲目去發博反彈 基於這樣的看法 其實還可能有一些情況是繼續反彈上去的 因為它是比較上穩陣 就不是說 看電力股來說 這個要更新 因為剛才那不是所謂的 是在現時的 看到今天來講 升1.4%的升幅 以及燃氣股 燃氣股表現得不錯的 現在來看 它有一點延避 但也看到升1.2%的升幅 看到我的愛股中國的燃氣 其實真的要每次考慮 它們都在考慮 因為表現真的不錯 你看看384% 農曆新年至今仍然有40%多的升幅 今天也不錯 表現有2.5%的升幅 接著內銀表現是不錯的 有2.3% 只有精商銀行是紅色的 內險來說 也是表現不錯的 亦是只有金融機不屬於內險 因為是外資 整體全部都是升幅 看到其實 葉內人士就會看好 今次帶動的升幅 都是不離這幾個板塊 即是說可能衷敬最壞的時候過去 究竟是否這樣 也是要看的 但我們在這方面 注意到 就是要看國子方面的表現 這個圖表 會比較清楚 國子方面 清楚看到是破腳串頭 是率先領導行指的 其實很奇怪地是六日轉向 因為當日的10846是7月13日 現在來說已經是10755 所以六日轉向是一個比較少見的信號 而且現在來說 似乎受制於20天平均線的10808 但是其實很快 不出奇 就是星期一 如果列口高開已經可以了 今個星期 要憧憬 就是G20方面 可否預期跟特朗普方面 達成一些協議 但是其實世界上沒有人 可以估讀特朗普究竟是怎樣的 所以他們都是兩手準備的 所以如果兩手準備的做法 其實會令到星幅反彈 比較溫和 但是可以持續 好了 先說到這裡 我們都要休息一會 一分鐘吧 喝一口水 回來和大家繼續回答問題 希望大家盡快和我問一些問題 不然我一個人只說 沒有互動的效應 好 待會見 一下 我們煩� Ave 帥 P 注 P 感谢观看